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忍着这一切 由于身体的异常 小丽忐忑地来到医院 医生只是简单地询问了情况 便打发小丽去拍S光片 检查室里 她遇到了善良的医生水哥 当看到小丽身上的尾巴 她并没有用阴阳的眼光审视自己 而是温柔地帮她垫了一块布 这让小丽的内心倍感温暖 检查结束后 水哥耐心地安抚她的情绪 小丽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回到公司 同事们又饿自去地 把一堆老鼠放进她的抽屉里 这把小丽吓坏了 但她只能选择忍耐 她一个人来到天台 只能透过抽烟 宣泄内心的压抑 回到家 母亲和小丽聊着邻居的八卦 说邻居女人中了鞋 因为她长了一条尾巴 还可以绕腰一周 小丽不禁笑出了声 此刻的她 只能用笑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极度不安 隔天 小丽来医院取结果 医生看着蘑菇的S光片 拒绝被小丽诊治 她让小丽再去拍一次 小丽也再次来到水哥的诊室 已经下班的水哥为了她 重新为她拍了S光片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小丽送了她一瓶红酒 水哥完转拒绝 但在小丽强烈的要求下 水哥终于脱鞋 她邀请小丽共进晚餐 小丽也第一次感受到所谓的幸福 两个孤独的人彼此相互取暖 一起玩速滑 他们毫无顾忌地大笑着 他们在家里唱歌 拍照 亲吻 慢慢互生倾诉 有了在乎的人 小丽开始改变自己 她换了好看的发型 在家里开心地唱起了歌 而在水哥的帮助下 小丽成功地插队看了医生 可医生又以片子模糊 无法给她一个结果 小丽感觉自己遭到了侮辱 一气之下离开了诊室 只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医生 在工作中 公司因为资金短缺 无法解决动物的食物问题 所有人都在为了逃避出发 推卸责任 而是为出气筒的小丽 无疑又被领导拿来出气 结果当场就被炒了鱿鱼 不过小丽并不在意 这样 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水哥业会 他们疯狂地嗨了起来 小丽也放松警惕 把尾巴露了出来 众人看到后 惊恐地逃离了这里 随后 他们来到海边相互拥吻 但想到自己的一样 小丽残忍地拒绝了水哥 后来 小丽的母亲突然病倒 事业 爱情 家庭的重重打击 她迷茫了 她找到了女巫寻求答案 女巫的话 让小丽彻底放下接地 她主动找到了水哥 两人激情相拥 和好入处 他们来到动物园 一起看望动物 躺在草地上 想要进一步交流 可就是因为这一次 小丽发现 原来水哥吃你的 是她的尾巴 她失落地回到家 没想到 母亲把自己的病 都怪在 摘在长尾巴的邻居身上 这一刻 小丽崩溃了 她把尾巴露了出来 并告诉母亲 自己才是那个长尾巴的人 她祈求母亲抱抱自己 可母亲冷漠的态度 彻底让小丽寒了心 从这以后 她不再野蛮自己长尾巴的事实 街上的人看到后 都避之不及 愤怒之下 小丽跑到医院 把那台潘S光的机器给砸了 在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后 她决定切掉自己的尾巴 影片也到此结束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痛苦 难熬的时光 它可能让你郁郁寡欢 让你痛苦不堪 但请你微笑地努力面对 越努力越幸运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动物学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问呀